大家好,这里是Arkblog,今天我们发布了Arkblog 1.0版本,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Arkblog的Robert和Tier。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Robert的,就是我们刚刚庆祝完Arkblog两周年的纪念日,那么这个Arkblog 1.0的发布跟两年前我们创立Arkblog的时候的愿景,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达到了一个1.0的这样一个稳定的产品质量的单位,所谓1.0我们把它称为产品质量,就是说它终于到达了一个阶段,我们认为有足够的信心它可以用在一个正式的生产环境,而且这个信心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建立的信心,而且还是包括我们的合作后班在一起适用一起时间的过程中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对吧? 那么从我们两年之前开始Arkblog这项目到现在几乎是刚刚过去两整年的时间,那么我觉得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们达到这个1.0,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去大幅度的调整我们的愿景。 其实这两年之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从我们最初开始做这个Arkblog这平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大家是很迷惑的,那么那段时间以太坊的热度比较高,但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政策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接下去18年开始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大家所有的热度全部都提升到如何在以太坊上去发个B这方面。 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整体的行业又认为是供链特别重要,所有人都要做个供链。 那么这两年时间里面,你可以说是真正的就是区块链这个项目该怎么做,尤其作为一个基础平台该怎么做,这个整个行业的变化是非常是动荡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1000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种第一性思维原理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我们就把这一点才都比较准。 所以这一年时间里面总体来讲,可以说就是我们基本上就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愿景。 但从细节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调整,对吧? 这就好比是说,我们经常看完以后,我们的Arkblog发展的过程相当于是在开辆车。 我们知道我们开这辆车的时候,我们大方向知道,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西雅图, 我们知道大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具体只打一条路,在这个路上是该停,是该上高速还是快还是慢, 还是说是不是该临时得一改道。 这一点我们其实是不可能在一开始就知道的, 我们必须在路上随时根据这个路况的情况来调整。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没变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取得目的地在哪里。 我先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的过程可以实际上认为, 就是说我们大的院景一点都没有变化, 但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的在细调,不断的在微调。 所以非常高兴我们到了今天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做到了。 听起来在过去两年中,我们Arkblog跟区块链行业都一起成长。 下一个问题是问Tier的,就是在我们终于发布Arkblog1.0的过程中, 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以及就是整个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OK,在做Forge的,一开始做Forge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要Forge是会关注于区块链的可用性。 因为在Forge之前的区块链,其实一个开发者或者说用户使用这个区块链本身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开发一个真正可以给小白用户使用的这个application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在Forge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愿景定为我们要做一个区块链的framework, 让应用开发者可以很方便的去开发这个app。 然后在1.0这个Milestone里面,我们终于达到了,算是初步达到了这样一个愿景。 我们可以用一个普通的开发者,可以大概花一个下午的时间阅读我们的文档, 然后使用我们的SDK,比如说使用JavaScript的SDK,可以很方便的构建一个比较初级的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那这在之前,无论你是用以太坊还是用其他的这些区块链的架构的话,这是很难达到的。 然后在整个开发Forge1.0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总共就是我们的整个开发团队总共merge了差不多有1000个pro request。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布了有160个release,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现在是1.0, 但是在1.0之前,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个release,在不断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走。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challenge,resource方面的challenge, 然后如何能更好的达到我们愿景,就是让usability变得更好,这样一个challenge。 那我们团队内部就像老猫刚才说的,我们不断的小步试错,小步快跑,然后最终达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就是1.0还原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Forge和ArcBlock的最终的状态。 我们还会不断的去迭代下去,不断的以提升可用性的几任,以让区块链能更好的去普惠到所有的开发者和所有的用户。 这一块我们会做更多的努力。 就像Tier刚刚说的,其实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问Rober和Tier,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区块链行业有各种各样的开发平台。 那么相对于其他的区块链开发平台,你们认为ArcBlock 1.0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我觉得独特之处,我先说,我觉得独特之处还是非常之多和明显的。 就是总体上来讲,我们ArcBlock从我们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相对来讲是一个特立独行者。 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跟一段时间跟这群人意见不太一致。 那群人可能当时代表着挺强的一个声音,一段时间我们跟另外一群人的做法也不太一致。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在ArcBlock从最初到办的整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没有变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就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区块链的开发者和区块链最终的使用者变得非常之容易。 就是说,区块链这个技术它不应该是一个悬浮的技术,它应该作为一个很基础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的这样一个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基础架构的技术,它应该是非常容易用的,它应该是贴近大家的生活的。 同时呢,它应该是一个可以被感知的技术,它不是一个说完全无形的技术,你应该能感知到它。 但是呢,同时呢,这个技术呢,又应该是比较就是说透明化的。 这个我之前一直在形容说一个可能合适的一个区块链技术,它特别像,它就像一个无线电话一样,你非常可感知。 你在任何时候,你都知道,我这会打一个电话,不需要线了,对吧?这个差别的感知性特别明显。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不需要指导这个,拿着这个电话底层用了多少协议,这会儿基站在什么,基站是什么,漫游是什么,LHLR这些东西是什么概念。 这些概念都通通交给我们工程师,交给这个技术的提供,他们来去提供。 作为一个普通用,就知道还有,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可以用。 那么对于区块链就是一样的东西,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区块链的项目呢, 他要不陷入了一个很玄乎的概念,就是讲的是玄学,对吧? 听起来特别牛,各种各样的算法,普通用户一听就是说,觉得不明觉厉。 然后这个终端用户可能是用起来非常之麻烦,但是却被教育成, 这个新技术就应该是这么难用。 这点让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是不可接受的,对吧?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把这个阿博拉相应推进来,我们都在始终地强调,所谓一个可用性。 那么这个可用性一方面是最终用户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开发者。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1.0做一个,到现在我们之前就像Tier讲, 我们之前也release了上百个版本,我们已经有无数的开发者,普通的最终的开发者, 和数十个这种合作伙伴在用我们的平台做这个成统。 但在1.0之前和这个1.0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这之前我们每一个版本的变化, 其实是有可能是要做小改动或者大改动的,也就是说早期在我们这边开发者和合作伙伴, 其实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因为他们为我们踩了很多坑,他们踩了无数的坑,我们才有了今天。 然后他们可能学了这个东西,用了这种做法过了几天,我们觉得不行,我们得换一种办法, 所以他们的一些代码就得重写。 那么1.0这个标志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版本开始,我们首先可能是它在相当大程度上不再需要说你去彻底重复了, 因为我们前面那么多的合作伙伴跟开发者已经踩了坑了,我们这个坑都已经填上了。 另外一个角度,从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架构的角度,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克制, 我们会说,我们会非常尊重,就是说作为一个开发者,他的这个学习成本, 我们会尽量的让在现在这个阶段所学习的内容,能够更加长期的可以去延续下去。 好,刚才讲了可用性,然后我们Forge Framework还有另外一个很突出的跟其他区块链技术不同的一点, 是我们是一个framework,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做区块链,做链本身的一个blueprint蓝图, 就是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序来帮助开发者,如果你想创建自己的一条链的话, 我们给你提供了链的底层的这些协议的支持,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插拔的这个smart contract智能合约, 可以让开发者做各种各样的组合,选择最适合他想开发的特定的应用链的使用场景的这些smart contract, 然后最后他就可以把这条链部署,然后应用起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希望Forge本身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后能产生越来越多的这种组合,不同的combination, 让在不同方向开发区块链技术的这些团队都能受惠,都能从这个框架本身,能继承很多很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说现有的开发者在其他区块链上开发,很大程度上copy paste,或者说去把一个project fork一下, 对,我们希望用一种更好的这个项目的组织方式来帮助开发者开发他们的链。 刚刚Rober提到就是说R4 1.0,我们希望是能够增加开发者的效率,而不是去增加他们的学习成本。 在R4 1.0,你觉得它有什么比较新的概念,功能,是可以启发开发者对于整个区块链应用的,让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觉得一方面刚刚其实Tier提到了,就是说我们AirBlock的平台,就是说我们不是像以前一样说就是一条固定的链, 而是说你可以是一个万令之母,我们用这个平台你可以用一个线程的,我帮你设计好的一些链直接去用, 也可以立刻去进行各种剪裁,或者对它进行一种增强,最终就是说形成非常适合于用的这样一条链, 所以这是一个,这本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幸运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AirBlock整个这个应用框架里, 我觉得我们更加清晰地定义了什么是DF,以及这个DF最近该怎么去写? 那么说老实话,就是说DF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把它非常清晰地把它给它解释清楚,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在前一代的,比如说这个DF这个比较,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以太坊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这个DF的概念,其实在最早的以太坊,就是还没有发布1.0的时候, 他们那个蓝图之中,他们的DF的定位是挺清晰的,然后随着以太坊做着做着,他们就变掉了, 那么等到以太坊发布完之后,之后也非常多的,你会看到今天的那些DF是什么, 他们好像像一个智能合约,好像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web apps, 只不过背后用了这个区块链,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太坊最著名的这个以太猫,对吧,以太猫本质上来讲, 它完全是个普通的web app,那么只是说这个猫的这些繁衍过程,DNA这些东西, 它用了一个ERC721这样一个合约,和一些智能合约,来把它在以太坊去实现, 那么究竟这是一个第二次,它这个中心化大压值用到了以太坊的智能合约的功能呢, 其实是很疑惑的,那么又像最近的像EOS等等这产品, 也就是它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些被称为DX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赌博性的东西, 那么它主要的用途是用的是,用的还是这个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的模写特点, 那么我觉得在我们Rplot这个设计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DX这种这个架构上, 我们提出了一些变性的这个理念想法,那举个例子,比如说Blocklab, 这是我们当时从一开始我们提出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认为将来的这个区块链的应用,它是一个,正是由于它的有这种去通, 它的特点,有了这种像Decentral ID,就是去通它ID的这种特点, 那么使得就是说,很多个不同的这种应用之间,可以变得非常更加容易的去组合, 更加,你可以更容易的把一堆应用和一堆模块把它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应用, 那么这些应用也可能是可以被很多方去把它部署到更多的地方去, 它更加符合一个去中音化这样一个应用的特点, 所以这些架构和这些我们提供的工具都能够帮助开发者, 更为人去理解,什么是个DX,如何开发这个DX, 甚至就是我们提供了这种,就是说我们在Blocklet里面提供了一种, 称为叫Starter这样一个Blocklet, 它的作用就是相当于,就像一个脚手架一样, 就是你上来几条命令,你就可以把一个完整的DX, 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你只需要在里面填充一下, 它就变成一个相当像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过去,在整个区块链行业来讲, 我觉得就是或许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只有一些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城市不远的地方,Portland, 这个Truffle Framework,他们是一个在以太坊, 可以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应用开发框架, 那么他们主要实际上他们主要做的,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智能合约的这样一个框架, 你要做出一个完整的应用来, 你智能合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在我们2Block这个DX,这个设计里, 我们其实是从底层的链, 到这个链上的这个智能合约, 到这些链该如何去部署, 到这个应用本身, 它用什么样的框架, 什么样的语言去实现, 到一个完整的应用的一个reference的这样一个状态, 以及做一个应用中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模块, 比如说DID, 身份, 这些东西, 我们都给你做成一些成型的东西, 那么大幅度的就削减了一个开发者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成本, 它会变得更容易, 更容易开发出一个像样的产品。 你刚刚提到就是DID, 能不能解释一下, 就是DID在ARPBALL 1.0当中, 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就是DID是趋中文化ID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ARPBALL在DID上, 就是说, 大家就比较关心住技术的, 其实在凡是加入了这个W3C DID, 他们都会把自己的DID protocol, 至少有一个文档, 得是开源放在那边, 如果感兴趣的技术的东西, 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文档全部都看一遍, 我相信就是说, 平心而论, 你会发现我们的文档是最详尽, 最有细节, 同时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工作的,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对ID的理解, 不只是说, 我们凭空给你造出一个ID出来, 说这个ID service 出来, 而是我们把这个ID的理解, 彻底把它跟区块链如何在一起, 在我们ARPBALL这个Forge framework里面, 就是说, 任何一个ID, 其实都是一个DID, 不仅仅是你的用户账户, 还包括你在Blockchain的地址, Blockchain节点本子, 就是一切的ID, 我们通通都把它用DID, 来都追寻DID, 这样一个规判来实现了, 那么有了DID之后, 其实就是说, 我们ARPBlock这个框架里面所提供的DID, 不只是说这样一个ID的定义, 和ID的一些概念, 而且是提供了整套DID所需要的工具, 和可从的部件, 一个开发者如果他想用一个DID的技术, 来实现一个东西, 他用ARPBlock的时候, 从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workshop, 可以让他非常容易地就是mark出这个DID, 这个一系列的过程, 所需要的东西, 到它在实现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从底层, 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 就原生的就是DID这样一个框架, 到就是说, 它已经有一些现成的service, 我们这些service, 我们或许连会陆续地, 再把它再详细地发布出来, 都是可以说让一个开发者, 它不需要费这么近, 它就可以做出一个相当完整的这样一个产品。 刚刚老帽给我们也描绘出了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ARPBlock的framework, 然后Tier之前提到就是说, 这个framework, 其实本身更像是一个blueprint, 它可以让你能够在这个上面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对于一些还不是很熟悉ARPBlock的1.0的朋友来说, 如果他们想上手使用这个framework,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目前随着1.0release的话, 会release出来一套很完善的文档, 然后用户可以先从文档入手, 从文档里面的getting started, 这些tutorial中文读者, 从这些指南开始。 然后我们对开发者来讲, 我们提供了不同语言的SDK, 常用的SDK有像JavaScript的SDK, Java的SDK, 然后因为我们的开发语言是Ellen和Elyxia, 我们还有Ellen和Elyxia的SDK, 然后还有Python的SDK, 这应该涵盖了主流的开发者所用的语言。 当你使用一个已有的SDK, 来开发forge的application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容易, 你只要follow这个文档, 基本上的发送transaction, 和链打交道的这些流程,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的又做了一堆的blocklet, 然后也是分成不同语言的blocklet, 相当于帮助用户很快的上手, 一个dapp的股价, 你可以用blocklet的star的这些一系列的命令,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application, 然后这个application就可以, 你不用写一行代码, application就可以run起来了, run起来之后, 你可以跟我们的ABT wallet就进行交互, 然后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然后我们开发产品的时候, 往往是如果有了一套基础的foundation之后, 你在上面添加代码总是要比你从零开始, 完全懵懂的状态下去写代码要容易的多。 所以我们提供了所有这些途径, 就是为了让开发者更容易的开发这个medication。 我觉得我们其实CRI也是一个超级讲究。 我们的forge的从forge这套软件站的下载, 到一个chain的如何你去config一条chain, configuration的这种定制化, 然后到chain的启动,关闭, 到chain的upgrade等等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都有一套很完善的forge CLI来完成。 然后forge CLI基本上, 如果你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讲的话, 你会就是forge CLI能帮你解决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和forge chain打交道的问题。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工具是abtchainnode, 然后chainnode上面, 相当于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区块浏览器的增强版, 除了描述当前这个链的这些状态, 然后你可以浏览transaction浏览block之外, 你还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查询等等这些工具。 还有包括像老猫刚才提到的workshop, 那也是一个图形化的, 你可以直接启动了workshop, 然后你去构建一个你的DF的flow, 然后不用写一行代码, 你就可以验证你的flow究竟是否work, 然后等这一切都好了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转化成代码。 所以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让开发者更好的去开发这个DF。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社区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真正的当愿意写一些代码, 做一些尝试的人, 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里面, 就不只是说我对区块链感兴趣, 而是真正的去做的区块链, 他们都特别喜欢我们的框架, 并且都能够迅速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自己都是成学员, 对吧, 我们自己也玩过各种普通的区块链, 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做一个产品最大的风险是, 你不知道你的客户定位是什么, 也不知道客户需求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Rblog有一点比较强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因为做的一个开发者的平台, 同时我们自己都是开发者, 同时我们也非常愿意接近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开发者, 所以我们的设计之中, 我们深深的知道一个developer需要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命令行特别重要, 因为命令行对可能正常用户来说, 可能命令行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的, 而且就很枯燥, 但是对developer的解决是命根子, 因为你一条命令, 你就可以把很多事情打定了, 而且命令行的特点是说, 你可以自动化, 你好多事情搞完了之后, 全部都全自动了, 你一次麻烦以后永远都不麻烦了, 对吧? 那么一个很好的web界面和这样一个节点,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 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特别重要, 因为你随时需要知道这个状态是什么, 你在调试的过程中, 你想要知道究竟我这个电商的数据对不对, 我需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浏览器, 我需要临时写出一段小的代码来检查一下, 看看我这段代码逻辑对不对, 而不需要去把整个架子打起来。 你看比如说在我们的Node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Cure Builder, 你可以立刻去执行我们的GraphQL的查询, 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开发的时候, 他在要做一个新的查询的时候, 我相信他不会直接去写代码, 他通常情况都是会到现在Cure Builder里面去完整的做一次测试, 把它都跑通了, 然后直接把它拿到代码里去。 我们在Cure Builder这些细节上, 我们都考虑了很多的, 让开发者更容易用的这种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更加真正的贴身的去考虑, 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区块链的开发者, Developer他要什么。 那么这一点来讲, 可能就很多情况一些, 就是说纯币圈的人, 他们更多的关键的是币家, 或者币的作为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特点的人, 和一些链圈的人, 也就是闭门造测为主的人, 他们可能是看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作为一个真正的开发者, 就是说Developer他们会一下子就能get, Apple的Graph, 然后我们在同行里面, 就是说尤其是, 比如说我自己微软出来了, 我们这边就在跟微软就是隔壁,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 我们就非常容易赢得尊重, 大家就会看到, 知道我们在干一件, 大家都觉得比很靠谱的事情。 刚刚Robert和Tierry, 我们介绍了很多, 可以开始了解和使用ARQLO 1.0的方法。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想问一下两位, 这一次ARQLO 1.0版本发布了以后, 下一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OK, 我就纯讲技术上面了, 下部的话, 首先我们会发布我们的资产链, 为了发布资产链,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我们练自己的monitoring, 各种状态的处理等等。 然后之后, 因为我们报纸1.0已经发布了, 我们紧接着会以两周为一个周期, 来发布1.0的maintainance release, 也就是说1.0上面, 我们用户反馈的各种各样的issue, 我们会集中在一两周一个cycle, 去把这些问题解决release, 然后未来我们对于1.1的计划, 大家会在未来的两三个月之后发布, 然后1.1里面会涵盖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在1.0没有赶得上这趟火车的很多很多的feature, 比如说我们会提供更丰富的smart contract, 就是我们所谓的smart contract不像是以太坊上面的smart contract, 我们更多提出的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某种, 就是链上某种行为的一个抽象, 也就是说这个contract我们提供给用户之后, 用户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很丰富的application, 就像我们现有的这一系列的contract一样, 我们会极大的扩展contract的集合, 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plan好的, 在1.1里面要做的feature, 这些我们都会在下一步去release, 然后我们还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会release一个token swap的service, 让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在ERC20和我们的原生币之间, 在我们的资产链上进行换币的服务。 对,所以Tier讲的就是说这几个地方, 比如说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其实体现出我们的几个基本的思路, 第一个思路就是说持续性, 就是这个1.0其实不是一个重点, 1.0只是一个起点, 这是起点中的一个重要的milestone, 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会不停地去持续的发布1.0的这种, 从1.0.1,0.2这样的一个小的box fix版本, 到可能1.1.2这样的这种, 就是说1.0的功能增强版本, 但是我们可能会相当长的时间, 就可能不太会出现2.0, 因为就是我们会让1.0, 也就是今天所学习的这些开发者,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 他可能不需要就彻底的去做这个代码的这种重构, 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去跑的, 然后同时还体现在这个链的自动升级, 链的这种就maintainance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要尽量的维护它的这个持久性, 对吧,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多长时间需要一个2.0, 就是2.0去彻底重构,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取决于, 就是我们这个1.0的这种架构的能力, 就是我们对这个需求的把握的能力, 就是需求把握的越清楚越好, 那么你就越可能可以留更长的时间去做2.0, 甚至这个1.0到2.0这种切换是平滑的, 大家比如说可以看到比如苹果, 苹果以前在iOS以前几个版本的时候, 你每升一个主版本会觉得很痛苦, 我要不要升, 但在今天的时候就是苹果的这个从iOS11到12, 这个整个升的这个过程你已经觉得无痛了, 因为它做的越来越成熟, 它即使是个大版本的升级, 就实际上可能底层也发生重大的变化, 但你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 你就是说无痛了, 那么我在前段时间就参加那个以太坊的年会, 对吧,大家最痛苦的问题就是以太坊2.0什么时候, 有2.0是对1.0的相当于这个不兼容性的升级, 那么这个其实通过在以太坊社区里面对开发者的这个深入了解, 我们也深刻的感觉到就是说, 在过去的这些前一代的这种区块链技术中, 他们在这种就缺乏长远规划, 或者缺乏这种对用户政策区的这个充分的理解, 当然是作为早期的一个开作者, 出现这种问题也只难免, 但这个对整个开发者生态来讲是非常之痛苦的, 因为这么大的生态已经形成了, 你已经invest了这么多事情上去了, 那么如果你不去升级, 会意味着很多事情搞不定, 没法用,对吧, 你去升级, 意味着你之前的这种学习的知识被淘汰了,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 我们从最早的第一个面向外面的零点几的白门, 为什么我们会上百个这样一个release迭代出来,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那么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个1.0的平衡点, 那么1.x这个可能是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TokenSwap的这样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这种迭代, 就形成的这样一个想法, 因为TokenSwap这个思考里面, 我觉得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对现有的区块链的整个生态的一种尊重, 就是说无论如何, 我们觉得在现在的整个以太坊,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态, 那么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需要, 我们Rplot从最初的时候, 也就是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新的区块链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是加入一个生态, 而不是说试图去分叉一个生态, 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 我觉得整个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度就出现了一种很糟糕的一种局面, 就是老子去搞分叉, 那么这个分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技术的演变, 实际上每一次都是一个对社区的伤害, 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分裂, 而我们就是Rplot现在莫总讲, 我们前面讲的是说我们做了很多新的东西, 推出了很多新的概念, 但是我们觉得从一个最基础的这种Token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分叉, 所以我们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跨链技术, 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就是其实TokenSwap 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跨链的这样一个技术, 也就是它跨的是整个Forge所创造的这个区块链, 和原来整个以太坊世界的这个区块链之间的一个无缝的衔接, 那么我们试图用这个apt wallet, 这样一个特别这个最多用户友好的这样一个产品, 能让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换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流畅, 甚至对用户来说感觉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感受的, 那么这样一来之后, 一方面的好处是说今天的以太坊的开发者, 可以很放心的去做一些以太坊的营用的开发, 我们Rplot可以成为以太坊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增强, 一个认为是一个增长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在以太坊来做一些DeFi, 这些跟Token相关的事情, 那么但是你可以用Rplot这个平台来实现一个真正的应用, 那么同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在Rplot这个应用上来实现一个应用, 但是你可以充分的利用了这个以太坊的一些特点,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我们Rplot做这个事情, 一向的一个草原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需要去融入一个大的生态, 就是不管我们的产品, 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产品多么的具有创新性, 多么具有与众不同, 但是我们目标是说让开发者和最终用户, 是给他们去减少他们的麻烦, 不是去增加他们的麻烦。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刚刚Rober和Tier为我们回顾了整个Rplot 1.0开发的过程, 然后它的一些很有特点的功能, 以及在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在未来Rplot将会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帮助开发者去构造更好的。